圆满生命 生命殿逝与你 一同幸福祈福 圆满生命 接下来请收看 五体系列 阿弥陀佛 各位大德 我们再继续来学习发菩提心 依照世亲菩萨所注解的 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已经学习到了 第十二品 最后一品的功德十品 在功德十品里面 最主要的 也就是把发菩提心 能够坚持不间断 而且不退失 就是要用十法 来巩固我们的菩提心 在这十个法里面 最主要的 还是要我们能够学习诸法 而且要先恭敬诸佛 诸菩萨 也就是成就了正法的大觉悟者 而且以自己所觉悟的正法 来慈悲 教导众生 利益众生 这样子的究竟圆满的觉悟者 然后对于法 就要我们能够真正尊重 学习 还要听闻不间断 没有厌倦 然后在法能够听闻 还要思维 然后落实来修行 而且还要安住在法中 也就是让我们真正跟法 能够契入结合 就住在法里面 这样子还要发心 能够解说 能够让法流通 所以以这样子的法为重的学习 发菩提心 也就是能够自己离苦得乐 也能够发悦难众生离苦得乐 那这样子呢 也就是发菩提心的究竟的目标 所以这十法 就是让我们知道说 发菩提心 还是要了解正法 然后能够思维 然后修行 然后广为宣传 能够流通 所以在最后这里 也就是谈到这本经的不可思议 而且能够听闻这部经 能够让我们修行 可以得力 而且非常的猛利 让我们知道这部经的殊胜 然后再做最后的流通利益的结论 所以我们在这个单元 就是把这一品的最后面的流通利益 在让我们生起信心 所以就谈到说 菩萨应当如是修行此经 如是经典 不可思议 那新八圣内 就是发菩提心经 是非常殊胜的一部经 因为让我们众生呢 在世间浑浑噩噩里面 知道我们世间的最宝贝的是什么 是我们的决幸 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 应该要去开发的 就是我们的决幸 要能够自我成就 而且能够利苦得乐 而利益众生利苦得乐 这样是究竟圆满的 这个是最大的一个殊胜的一种成就 所以这个经典不可思议 在发菩提心经论 让我们知道说 这部经的不可思议的原因 是有五项 第一项也就是说 因为由这部经典 让我们知道 一切众生 这样子的问题 那是佛菩萨的慈悲 所以发菩提心经 让我们能生一切大慈悲种 也就是我们先慈悲自己 让自己利苦得乐 也要让一切众生利苦得乐 所以这个是大慈悲种 第二是经能开悟引导 拒负众生令其发心 也就是因为发菩提心经 就是要能够劝发众生 都要发菩提心 所以能够让我们都是在束缚里面 就是有苦恼的这种状况的众生 而知道说 我们也可以有方法来修行的 我们不要都是在苦苦恼恼的这样子的这种生活里面 所以要开悟引导我们众生 也要发菩提心 所以这样的殊胜 第三是经能为向菩提者而作声音 也就是说 当我们知道说 生命应该要发菩提心 那已经要发菩提心的这样的人 那这部经能够作为 我们要生起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 的一种因就是种子 因为有发菩提心的这样子的一个种子 那让我们能够决定发菩提心 就是了解这样子的一个 我们本来都具有的菩提种子 而能够有信心去发菩提心 那第四是经能成一切菩萨无动之行 也就是依照这部经 我们就知道说 我们要修行 然后也要能够利益众生 所以成就菩萨的无动之行 就是能够真正的利益一切众生 教导众生都能够修正法 都能够发菩提心 那这里谈到的无动之行 也就是说 因为发菩提心 其实是从我们的心发起的 所以我们不管借着外在的六度波罗蜜的行为也好 或者是我们自己内心的修行也好 其实这些的转变 好像都不是 好像是搬了一个什么东西 或者是把我们的心 有一个什么样子的那种 好像我们外在看得到的这一些的动作 它只是我们的观念的转变 是我们的心情的一种转换 然后我们的心 它根本的这样子的决性的发起来 所以它这种称作无动之行 是真正的这种深层的心的修行 那第五呢 诗经能为过去未来 现在诸佛之所护念 因为这部经讲的就是发菩提心 那诸佛不管过去 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也都是发菩提心 而究竟圆满的 所以这部经谈的就是诸佛所最关怀的核心 所以当然是诸佛所护念 所以从这五点 是让我们知道 这部经典的不可思议 它说的是我们众生 就是要能够关怀自己最珍贵的自保 而且是跟诸佛感通的这种核心 而且能够让众生离苦得乐的这样的一个内涵 所以这部经的殊胜 让我们知道了 也要发菩提心 那下面呢 就谈到说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欲勤修及无上菩提 当广宣流步如是经典 于颜伏提始不断绝 令无量无边 众生得闻四经 也就是说既然这部经是这么殊胜 那我们要能够真正的来修行无上的菩提呢 我们也要重视这部发菩提心经 所以这部经呢 是谈到发菩提心的根本的经典 那所以四经菩萨呢 在注解这部经的时候呢 就非常的赞叹这部经 所以发菩提心经论 是四经菩萨所注解的 那从这个里面呢 我们就是了解到 应该在就是第一品到第十一品 就是这部经的内容 那有四经菩萨的注解在里面 我们也没办法说 完全分开这个经跟论 只是从这个论里面呢 我们可以了解它本身经的内涵 那在这里就是特别强调这部经的殊胜 所以说要发菩提心 那我们是以修行为主啊 可是这部经 它是教导我们从开始要劝发 然后能够思维发菩提心的重要 然后能够真正发誓愿来发菩提心 落实六度波罗蜜 可以这样来实践 那这样子的这种内容 就等于是说 我们在发菩提心的过程 就已经是学佛的所有的内涵了 因为六度波罗蜜 就是菩萨万恨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生生世世 都要修行的 我们一生所修行的 我们还要在就是累世里面 都能够持续不间断 因为我们的自己的习性 那我们也好像都是在清静 在化解我们的这一些的这种无名 然后开发我们的智慧 然后再落实再来修这些菩萨的这种内容 所以这些都是点点滴滴的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过程 就是发菩提心的这种很实际的 非常老实的修行 那所以在这里 所以听到的说 我们发菩提心也要来流通这部经典 也要让众生能够知道说 发菩提心的重要 那总结起来 让我们知道说 原来发菩提心就是要 好好的落实来修行 然后也要以六度波罗蜜 为我们修行的重要的内容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就以这部经呢 好像作为一个发菩提心的一种 一种好像缩小版 就是我们依照这样的内容 来掌握如何发菩提心 那里面所谈的这些修行的内容 我们还要再去学习 然后有些经典专门谈布施的 有的经典专门谈禅修的 那有的经典 好像般若经专门讲般若的 那这些呢 也就等于是我们从这个简要的缩小版 的发菩提心经 然后再去汇通各种的大乘的经典 他相关的修行的法门 然后去再维系的去学习去修行 所以以这部经为主来流通呢 他是掌握了是说 我们发菩提心为我们的目标的时候 应该怎么样把这一些修行的法门 佛法的一个整体观放在说 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的 这样的一个考量里面 最主要的是能够劝发我们发菩提心 那落实的内容点点滴滴 我们就要再去思维 再去非常维系的更加深度的 参照各个经典去再学习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考量呢 就是要流通这样的经典 那下面又谈到呢 也就是说这部经典 它的功力 就是说它能够让我们天文的人呢 它有出胜的这种价值力 所以说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闻是经者 世人呢 就是听闻到这部经的人呢 惜得猛利不可思议大智慧句 是听闻的这部发菩提心的 这部不可思议的经典 那它就可以好像得到这个经的法力的加持 所以猛利就是马上就是很快的 就得到不可思议的炸智慧句 就好像就开发的智慧了 那这个智慧呢 应该也就是说 在这样子的一种核心的内容里面 它就体会到说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 然后呢 掌握到学佛的这个重点 那就是要能够自立立它 然后好像对世间的一切呢 就好像就能够看破了 那对我们应该要追求的 就是看清楚了 说我们应该要发菩提心 是要从我们的内心的决心来考量 所以从世间法马上导正 有正确的观念 所以是猛利的 不可思议的大智慧句 不可称量福德果报 因为这样子的一种成就 它是听闻了这个经典 就马上就开智慧了 所以这个经它的利益 是这样子的一个殊胜 那下面要让我们知道说 这部经的这样的殊胜的利益 它是有原因的 所以下面就举了 就是有九项的这个原因 第一项是说 四经能开无量清净慧眼 也就是发菩提心经 能够让我们听闻了以后 就开发了无量清净慧眼 也就是说 在发菩提心的经里面的考量 最主要的都是让我们做一个 这种从发菩提心到究竟圆满的 这样的一个有秩序的整体的考量 所以能够破除我们的这种一种障碍 就知道说原来学佛 是最主要的就是在于发菩提心 这个觉性从一开始到最终究 都是以这个目标为主 那第二呢 此经能令佛种相续不断 也就是让我们说的 就是觉性的佛种 因为成佛也就是成就我们的佛性 那佛也就是觉的意思 也就是每一个众生都有的觉性 都开发出来 所以是佛种相续不断 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开悟的时候 也是说一切众生都有如来智慧的德性 那这个是佛的智慧 所以佛的修行证悟到了 那也是佛的慈悲呢 让我们众生知道 如果佛他没有就是教导众生 也都有这个觉性的话 那我们现在可能都不知道 有这样子的一个修行的一种成就 所以这部经也就是佛把发菩提心 一切众生都有觉性 这样子的一个根本的慈悲 就是教导众生 所以能够让佛种相续不断 那第三呢 能救无量苦恼众生 因为发菩提心 也主要的就是以离苦得乐为考量 一切众生的苦 也就是不知道我们有觉性 而去追求就是外在的 或者是我们内在的这些种种的念头 那所以就是被这一些的苦恼所束缚了 那发菩提心就能够知道 我们最宝贵的是觉性 所以就不会被这些苦恼所束缚 所以能够救无量苦恼众生 那我们如果知道了 那我们说我们开始学佛 可是我的苦恼 我的烦恼为什么还是这么多 因为佛法说的这个菩提觉性也好 修行的法门也好 我们知道了以后 我们是要去对抗我们自己的习性 我们要看到我们的习性的状态 也就是我们要落实了这个法的修行以后 我们也才会知道是真的 只要我们依法来修行 这个苦是假的 所以有这样子的正法的内容 是真正能够解决我们无量的苦 也能够让我们从无量的苦恼里面 离苦得乐的 那所以这个都是这部经典的殊胜 那当然我们在说这部经典的殊胜的时候 我们也要知道一切大称的经典 也是一样的殊胜 所以前面就已经谈到了说 这部发菩提心经 它是要强调我们对法的尊重的 所以在这里因为是每一部经 最后流通的时候都在赞叹 每一部我们在读的当下的这部经 那实际上这样子是没有矛盾的 因为以这部经为尊重 赞叹这部经的时候 那我们也从这部经来赞叹 来修行一切的法门 所以是这样子互相好像环环相扣的 是互相之间都是融通的 那第四就是因为这部经典能够造一切无名吃岸 因为说的是发菩提心 也就是把我们的决性就是光明 就是开发出来 第五能破四魔及诸魔业 四魔我们讲的这个魔就是障道 就是魔 那四种魔就是四种障碍 我们修行的障碍 也就是一个是烦恼魔 五阴魔 然后是死魔 然后是天子魔 这四种魔 所以以发菩提心经的殊胜功德 是能够让一切众生 能够开发智慧跟慈悲 所以在谈到这部经的殊胜 能够破除障碍 里面其中就有破四魔跟诸魔业 也就是我们谈到的烦恼魔 五阴魔 死魔 天子魔 烦恼魔 烦恼魔 烦恼魔跟五阴魔 也就是我们自己要修行 所要对质的 我们自己的设受想行事的执着 还有我们的贪嗔痴 就是烦恼魔 因为这些让我们障碍 因为我们如果执着这一些 我们就看不到法的真实状况 我们整天就在这一些的这种想法 这些执着里面 所以祂是魔 所以我们说的 在修行所对的这一些的对劲 其实就是要把它当作魔来看待 可是我们众生就是没办法看到这一点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这一些的烦恼 当作是我 当作是我们的宝贝 不知道说其实这一些都是障碍了 我们自己的真正的宝贝 所以我们要来修行 来发菩提心 最主要的也就是要看到我们真正的宝 那除了五蕴跟烦恼魔以外 死魔也算是魔 因为我们的生命的宝贵 也就是我们能够掌握生命的目标 每一生每一世就等于是让我们再继续把我们的修行 再延续再来落实来增强 所以有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间 就是磨炼的机会 就是修行的机会 所以当死来的时候 我们好像这一次我们修行 就要先告一个中断 那如果我们清清楚楚的时候 这一次死了 我们下一次再来持续来修行 那这个都是很了不起的 因为一般我们如果掌握的不好 那我们这次死的时候 又慌乱又痛苦 那我们好像要失去的正念 那下一次要衔接到什么时候 什么程度也很难把握 所以死是一个魔 也就是当我们这一次死的时候 所有的修行就到此结束了 那下一次的就不可知了 所以是死魔 那天子魔呢 也就是指着这个欲戒的这个六欲天的天子 因为他是在欲戒 所以他本身也就是要掌控这些欲戒的这一些的众生 他就是希望大家都是好像都是在就是在贪求自己的欲乐 所以他就是魔王 所以我们世间也有这样魔王 那就是希望大家好像都能够受到他的操控 所以给你利益 就是用这一些你想贪求的来作为诱惑 那这样就是魔王 那因为佛跟魔的差别 也就是佛就是要教导我们正法 看得清楚世间的真正真相 那让我们离苦得乐 那魔呢 因为他自己也没有解脱烦恼 他就是用野心 用他自己的贪求的这种欲念 要掌控为主 所以魔就是自我膨胀 然后要能够利益 就是要利用众生作为他的魔业 所以当发菩提心的时候 我们就开始觉醒了 知道说怎么评判 然后作为生命的目标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对抗自己的烦恼魔 自己的五音魔 那对生命要珍重 要好好珍惜 所以这样的时候呢 对死魔 至少我们可以有一个时间性的这种掌握 那魔王 就是欲戒的魔王 我们就是要导正自己 去除贪生痴 然后要贺五欲 要弃五盖 就是不要有这些欲望 那也就能够破诸这个魔业 也都是从发菩提心来导正 所以这部经的这个殊胜 也是这样的原因 那第六个原因呢 就是也能够坏一切外道邪见 因为这部发菩提心就是以决性为主 所以是正法 正知 正见 正思为 所以破一切的外道邪见 而且呢 它能够灭一切烦恼的大火 所以贪生痴也要破除 那第八呢 能够消因缘生起诸行 也就是说 我们要小心这些一切因缘而生的 这一些的行为 那这里消呢 也就等于是说 我们在所做的一切有违法 有因有缘里面 自己越来越小心 越谨慎 那我们不明不白 不清不楚的时候呢 我们常常就会引起 就是没必要的这一些纷争 怨恨 所以怨憎恨这一些 所以发菩提心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看清楚这一些因缘果报 所以我们从因就要小心 那第九呢 能断千贪 破戒 称慧 懈怠 这些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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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修行 也是修行 主要以六度波罗蜜为主啊 所以六度波罗蜜的布施 就是正好能够断除千贪 没办法自己做主 没办法专注我们的心念 修禅定就能够破除乱意 那愚痴呢 就正好用剥落智慧来对质 就是能够观察诸法的真相啊 那破除愚痴 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愚痴呢 基本上呢 不只是说我们世间的这一些 好像不聪明啊 而是说看不清这个诸法的真相 世间有智慧的聪明才智的人 也不一定看得清楚这个诸法的真相 因缘果报 所有诸法都是因缘生 因缘灭 还有一些诸法 信空 这些都不一定世间有才干 有聪明智慧的人看得到的 所以要由六度波罗蜜 才能够破除 所以这部经 因为落实于修行 就是六度波罗蜜 所以能够去除这六个的这种重病 所以在这里称这个贪 迁贪 破戒 称慧 就是发脾气 生气 还有懈怠 乱意 愚痴 这六种现象就称作说 六极重病 是六种极端严重的病 就是我们通常与生病都是 当作是我们肉体的病 这里就是指的是我们的心病 我们的心迁贪也是病 不舍得分享也是病 那我们的心破戒 就是杀到淫妄酒 就是盲罪自己 那这些也是病 那发脾气 就是我们的这个心 容易生气嫉妒 这些也是病 懈怠 就是不愿意让我们的心 专注在法上 就是放逸自己 这个也是病 那心散乱 想东想西的也是病 那愚痴 就是见底不明 对诸法的真相 没办法去观察 这个也是病 所以 这些的病 就是让我们的心就有障碍 所以下面说 我们如果能够以发菩提心经 那修六度波罗蜜 那就能够去除这六种病 而且能够去除我们所碰到的这些生命的障碍 所以这里就用业障 暴障 法障 烦恼障 来代表我们的障碍 一般我们说 愿消三障 诸烦恼 愿得智慧真明了 谱愿罪障 稀消除 世事常行 菩萨道 我们《圣完经》要做回向 也都是做这样的回向 我们自己能够消除三障 因为我们学佛 听闻经典 也就是主要就是要开智慧 能够增长我们的智慧跟福报 那要先破障为主 那这些的障 就是以业障 暴障 烦恼障为主 这是称作三障 就是三种障碍 业也就是我们所要做的事情 我们做的事情 都不能够有成就 不能圆满 这就是业障 那暴障 也就是我们自己的震报 我们的身体就是不充不明 然后我们的身体也不好 我们的心智也好像很微薄 那这个也是这样 那另外的依报 就是我们所生的这种环境 它的资源 那可不可以能够方便听闻佛法 要能够学习方不方便 这些就是暴障 那烦恼障就是我们自己 就是贪生之多 那就是烦恼障 我们要学乏 我们自己的心 也没办法专注 那这些都是障碍 那当我们发菩提心的时候呢 这些障碍呢 我们就一一能够破除 因为我们能够发菩提心 开启觉性的时候 修六度波罗蜜 总归就是能够修福 修慧 那当我们的福报 大的时候呢 我们的暴障 业障就少 那当我们的智慧开发的时候呢 我们的烦恼障就少 那相对的另外这边又多一个法障 也就是学法的障碍 那当然发菩提心的时候 因为我们自己知道这个法的尊贵啊 所以要求法要学法 就去除了 那也断除了这个破除诸见障 也就是等于这些邪见啊 这些的不正见啊 那也破除了无名障 也破除了障碍我们的智慧的障 也破除了我们学习的习障 所以这些的障碍 都因为我们就是能够学习 发菩提心经而能够破除 那下面就是总结一个结论啊 就是说取要言之 此经能令一切恶法消灭无余 能令一切善法释然增长 也就是说这个是绝对的善 那能够去除一切的恶 所以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是经宜 欢喜爱乐 生稀有心 当知世人已成供养无量诸佛 生重善根 就等于是以发菩提心经为代表 如果我们听了这部经 我们生起一个欢喜心 哇 这么殊胜 我们应该发菩提心啊 发菩提心是这么重要 菩提心是这么宝贝啊 那这样子的时候呢 我们就等于是已经供养的诸佛 而且是无量无边 三世一切诸佛 那生重善根 就等于是这个是大善 所有的善 就是以发菩提心为最尊贵 最宝贝 那因为发菩提心是我们的根本的决性 那根本的决性一定是绝对的善 所以当发起菩提心的时候呢 就是我们生重了善根 那下面呢是有把我们这样子的一种 对发菩提心的这种尊重的原因 能够有这么多的利益来解释 说所以者和啊 此今是三世诸佛之所履行 也就是说 发菩提心就是 过去现在未来三世诸佛 是这样子来修行的 这样来发菩提心的嘛 所以我们能够以发菩提心为主 尊重发菩提心经 那就等于是供养了无量诸佛 而生重善根 所以行者得闻是经 当自庆幸 扩大善力 所以我们应该要非常的欢喜 就是说我们能够有机缘 听闻到这部这么殊胜的经 这个是来赞叹这部经的 那下面呢又谈到能够流通 这部经的四个利益 第一个是能够书写读诵这个经的 的一个功德 那第二呢就是能够如说修行的功德 那第三呢也就是能够尊重有这部经 说法的地方就等于是塔的地方 那第四呢也就是能够供养这部经的功德 那第一个书写读诵此经的功德呢 是当知此人所获福报 无量无边 因为此经所缘无边故 新发无量大寺愿故 设受一切诸众生故 庄严无上大菩提故 所获福报亦复如是 无有限量 就是说读这部发菩提心经啊 那就因为这部经 它本身是无量无边的功德 它是有无量无边的誓愿 它设受一切的众生 因为菩提心是要利益一切众生嘛 所以当诵发菩提心经的话 那就有这样子的这个经本身的功德力 那我们现在没有看到这个发菩提心经啊 可是发菩提心经论 就等于是涵盖了发菩提心经的这样的内涵吧 那第二呢 也就是能够就是了解这部经的义理 而如说修行 这样的功德是一切诸佛与阿生集结 以无尽至说其福报亦不能尽 那这等于是说 我们了解发菩提心的内涵 而且能够如实去修行发菩提心啊 那这样的时候呢 一切诸佛都会称颂我们的福报 就是以发菩提心为主的这样的一个功德力 就无穷尽了 那第三呢 若有法师说是经处 当之世中便应其他 因为是真实正法所出生处故 是经随在国土成意聚落寺庙 经涉当之世中即有法身 也就是说当这部经存在的地方 或者是我们来解说这部经的地方 就等于是这部经的法就在说法的地方了 所以这个地方呢就应该是其他 那这个地方呢就等于是有法身 也就等于是这部法的代表了 所以这样子的一种法 它的殊胜的力量 在所有的地方 它就等于是法身就在那个地方了 那第四的功德呢 也就是能够以花香 就是烧香或者是贡花 或是祭乐 就是我们喜欢听的 让我们身心安乐的这些音乐 那能够玄征 就是用这个诗带啊 诗之品啊 或是翻盖啊 或者是戈背 就是我们说能够犯背啊 犯败啊 那赞叹歌颂 赞叹这部经的殊胜功德啊 那合掌恭敬 当之世人以少佛种 也就是我们在赞叹这部 发菩提心经的时候呢 他的功德的无量无边啊 只要我们愿意用种种的方式 来供养这部经的时候 那就是继续 就是传承这部经啊 就等于是因为 能够赞叹这部经的殊胜的无量功德 就已经是有这样子的一种 承传这部经 这部经的法要的一个功德力了 那下面呢 就是说 再强调说 如果有人具足受持经者 也就是说 我们用言语 用这些花香 来供养这部经的 就等于是 将法来流通了 那何况说 有人具足受持 也就是说 依照发菩提心经 所说的内容来 持经 来修行 那这样的人呢 就成就功德智慧庄严 就自己真正能够修行得正 所以他的智慧庄严 他的功德更加不可思议 所以说 用外在的供养 已经是能够 让这部经法能够流通流传 那何况呢 修行 那修行就更加是真正实证 所以这样子的功德更加殊胜 所以能够这样子的人呢 就是在未来世当得受记 也就是真正落实 把发菩提心能够来修行 能够成就的人 那他就等于是 得到佛的受记 也可以成佛 因为成佛就是 能够成就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心嘛 所以说 最后呢 就能够决定当成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从发菩提心经 能够落实修行 而能够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就是等于是从发菩提心 而究竟圆满无上的菩提心 就是阿尿多罗三秒三菩提 所以整部的发菩提心经论 让我们就是没有看到发菩提心经的经文的内容 也能够了解发菩提心经的这样子的一个主旨大药 也就是让我们能够知道发菩提心的重要 要我们能够真正发起无量的这样的觉性 而且自己能够成就菩提心 也能够利益众生 能够落实来修六度波罗密 所以点点滴滴的这一些的内容 我们可能都要生生世世 能够去学习去实践 可是呢 我们只要有这样的信心 我们以发菩提心为我们每一世的生命的最终究的目标 那这样的时候呢 我们以这样的愿力来带领我们 那希望我们都是能够朝向菩提心的这样的究竟圆满的目标 那我们依着四亲菩萨所注解的发菩提心经论 我们来互相勉务 我们来互相勉务 来互相来学习 我们把我们所学习的功德来做回向 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祭三土苦 若有见闻者 西发菩提心 尽此一报身 同生极乐国 阿弥陀佛 哇哦 狗狗好可爱哦 但是没有主人的狗狗希望有人爱 你可以选择狗狗的品种 但是不用选择的是他们的中心 他们缺的是一个机会 在外面流浪的狗狗们 也渴望您的关怀 需要您的帮助 台湾救狗协会 邀您一起 护持救护养护流量狗 华博账号 50016766 50016766 护明台湾救狗协会 节目异动 9月4日星期六下午2点到7点 播出于且宴口诗食要集 原节目暂停一次 新逢地藏菩萨圣诞 世嘉摩尼佛书圣公德日 善恶行呈九亿被 恰询电话07221-2323 07221-2323 高雄生命书方 直播平台网路或脸书搜寻 生命书方高雄 欢迎参加线上供修 法会备有消灾抄件 欢迎提早书写寄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便宜 喜宣规一胸 黄岁也今落 黄岁也今落 王弥陀宝观 阴露定盖花的荣 山载巴南 寻生救苦 佛说皆佳说 华说先佛 三尘宝 喝几瓶酒 佛说皆佳说 华说先佳地感若 仍在望着烟火中 余愿尽消灵 发回天皇帝 上望天空 今代仙草 地祖尊荣威 宣祈红王与亲自归 在此从容 彩女平非礼 梦的花旋来守甘孤威 过世朝城 今未旷世世 佛华丽命为最终良知 自从怀佑 浙江遍邦帝 连国有魂来守甘孤威 武将荣臣 同宁三军队 余政教红挪绕前天地 以灰战от者 世先沙尝带 为国王军来守甘孤威 却工穷精 今修文藏死 因穴头光孤子寒宋美 别说多 见方无明智 与有魂来说 看入味 可爱痴心 照入空门里 把刀许诗诗为朝圣诗 说爱爱 不觉无常知 反照灰光来说 更入味 与虎花观 照发求真知 别要烧灯阳心还原情 快老臣 指望等仙慧 抹念心魂来说 感入味 小子先说 以用松量子 敌人的真情 世事如归曲 藏洁望去 千古流盈起 各个灵魂来说 感入味 遇到你一条 深处黄金帝 乱风远空 忽然人皆是 为了无味 流浪去生日 时 千金广来说 感入味 远流弄 千古流盈起 远流天温 遇到营养泰 无掘战归 奉奸并行事 抱紧太久 难免无常怼 色违归真 来手 甘若违 作故心上 种种精英碑 一树多能冒一求在地 一切列枪 实在他方顶 雷帮摇摇 来手 甘若违 犯法早醒 老余长游戏 负民莫采采 主缘家类 二戒天才 董事寄王辈 索定黄泉 来手 甘若违 马踏车上 抢抢身心碎 贵一泪 红之温 宣亮意 水火风妙 无药车上的 全国温 来手 甘若违 尹雪罗马 生产满意地 佛在长老碧 且冰露尼 一树多能冒 曾经无一步 少不愿 来手 甘若违 不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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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手 甘若违 多培尘嫩 貴价恨 不愿 来手 食如 俄违 得超 却夹 始细 多祭秩 小 sah harm 不愿 我违 צançゅning 南無烈子海味婆婆佔 南無烈子海味婆婆佔